今年是宣言签署20周年 20年来中国同东盟各国 共同落实宣言的各项的规定 保持了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 这应该首先充分地肯定 当然要实现南海的长日久安 我们需要达成更加具有实质内容 更为行之有效的地区规则 也就是要有一个宣言的升级版 为此各方在当年签署宣言的时候 就明确要把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作为我们的成员目标 我们看到中国同东盟各国 启动准则磋商以来 已经取得了很多积极的进展 这两年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那么磋商进程确实步伐慢下来了 但是中方我们对达成准则的前景 始终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推进准则磋商 符合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共同利益 也是确保南海成为和平 合作之海的关键之举 准则不仅将符合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也将为域外国家的合法权益 提供更为有效的保障 现在磋商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的阶段 我们希望各方重视并处理好两件事情 首先第一是要正确的看待分歧 任何磋商谈判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准则磋商也是同样 但是只要各方牢记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就没有任何分歧不可以弥合 也没有什么共识不能够达成 第二件事就是要坚决排除干扰 我们看到某些意外国家 并不乐见准则达成 也不希望南海风平浪静 因为这样将使他们失去插手南海 谋取私利的借口 我希望东部各国能够看清楚这一点 我们共同来抵制来自外部的任何干扰破坏 我相信域外的逆流掀不起南海的风浪 外部的干扰也挡不住地区合作的步伐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